我在很多运动员身上 看到这么一种劲头 这就刚才咱们讲这个胜和负 很多时候人们的这种挫折 这种承受力 其实咱们特别向往一种人 就是兴致勃勃的去失败 你觉不觉好多运动员就是 他这个兴致勃勃 有些人管这个叫顿感力 还是叫什么 而是说他就 你觉得他有无穷的原动力 所以他觉得人生是一件什么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说 失败实在是比成功好 有名的那个红衣法师 红衣法师那个时候 经常跟大家讲人生嘛 他就说 他说我想着想去 我实在不觉得 那个老成功有什么好 他说呢 你看成功啊 往往你就骄傲 他说在我觉得我的生活当中 这个失败让我谦虚 让我看到我的不足 每一次的失败 我都在进步 每一次的失败 我说这是强者 这是精神上的强者 所以我认为应该经常失败 但是你要兴致勃勃地去失败 你像足球很像这么回事 足球就是无数次的射门 就是亚平老师说 他说这个小孩在青少年时期 可能你要练一点东西 你练一个什么特长之类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属于半抑郁状态 就觉得 哎呦天哪 每个同学都那么优秀啊 张不开嘴 说不说话 天生烟 这个是不善言谈的 但是呢 就是那个时候支撑的就是 第一学期就被任命为院队队长 觉得你听得好 不说话 但是虽然我水平也一般啊 对了 咱正大呢 水平也一般啊 可以可以 但是呢 带着全院的这个队员呢 你就会 哎呦 他都在吃饭的时候 在食堂家 哎呀 老大 来了老大 哎呦 我那个慢慢的劲儿 那个自信还正来了 就这慢慢的参加笑对啊 参加联赛啊 然后一帮朋友天天围着你 就像你说的 就是这个社交问题也解决了 真的 他建立你的自信 真的 我就对他就很感恩 没错 我记得你有一次人家说 你在这个有个英国BBC主播 就大概就是问你这个问题 就说中国运动员太苦了 就是 就脑子里只想的输赢 是吧 享受体育的精神在哪呢 你当时怎么跟他说 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外国人呢 对我们呢 有一种说法 就是认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体制啊 是 是这个 他的原话就是这个 我们是 培养冠军的工厂 你就知道他不是善意 对 什么叫工厂啊 对 是吧 什么叫工厂啊 工厂就是流水线呢 他们认为我们在训练 就是上流水线 然后就是 是个工厂的 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这个制度 那么好的留下了不好 次品就淘汰了 就次品 就按照工厂的概念 他上来就挑衅我们 对 有一次是一次论坛 这个一个国际的一个体育论坛 直接就这样来来 我就挺生气的 他就上面就讲 就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培养冠军的一个工厂的训练模式 当然后来包括像这个英国的这个一个长跑的奥运冠军 萨布斯蒂安科 后来也是英国12年奥组委的这个主席啊 他也是顶尖运动员 他也拨了他啊 就是我们运动员有共识的 你当时怎么跟他聊的 我跟他讲的就是凡是运动员 你要想成为世界顶尖的冠军 你必须要吃苦 你必须要承受这么大的训练量 否则也不公平 凭什么你 为什么你 对吗 因为所有的运动员都要花这么多的工资 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甚至要承受这么多的心理的压力和忍受这种痛苦 失败痛苦吗 一定的 你能不能走出来 看你有多坚强 对吗 凭什么不坚强的一个人 你能拿冠军 我觉得对那些坚强的是不公平 你看怎么看 是吧 那么所以包括像萨布森科也是 他也拨他 就是说 这个 他认为我说的完全有道理 因为不管是什么运动项目 也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运动员 你必须就像科比早晨四点钟 他要看到洛杉矶的早晨的太阳 那我们也一样 别人都走了 就我一个人在球馆里训练 我每天加班最少一小时 我一整年下来 我教练给我算过账 一年下来 我比别人多练四十八天 是你自愿的 哦 当然 当然 加班 就是 而且不是我 刚进国家队是这样 我达到最后的 就这样的一个成绩了以后 我还是女队第一的时候 我还是这样训练 那我没有到这个功夫 我的底气从哪来 我的自信从哪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骗不了人的 因为竞技体育它就是竞争 养成我们这样的一种竞争的习惯 其实是让你养成一个由内而外的 一种这种强者的一种心态 这个强者心态不是虚张声势 没得虚张声势的 一定是凭着自己真正的实力而来的 对 冠军它就得要去承受这么大的 痛苦和压力才能成为功夫冠军 否则所有人都成冠军了 那这也是不现实的 但反观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 这个快乐的人生 我觉得呢 体育也可以给你很多 因为体育最重要的是一个进阶 进阶 因为它的这个特性呢 就是会让你不满足你的现状 对 每一个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好胜心 因为你不会永远满足 我只能在那个地方 永远那么两下子 因为你再看看你周边的人 好像都有多多少少有一点进步 然后你也觉得想再好一点 是吧 所以呢体育会给你的是 永远让你不断的去突破自己 突破自己 不是你也不需要跟别人比 你可能今天跑步机跑了这个这个是40分钟 是吧 这个配速大概是7 对 那你明天或者 后来6 对吧 我现在6.8 是吗 就是你会慢慢的你觉得 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好一点 对 或者再快一点 他就有这个特点 他就是这个特点 所以体育是一个进阶的特点 进阶的特点 我相信每一个人 他在佛系 孩子在佛系 他只要挠到他那个养养肉 他真喜欢这个事 他也不会觉得累 他也不会觉得烦 所以我是觉得一定 这个我们要找到他 自己最最喜欢的那个东西 他一定会不满足 不管他是不是打游戏 打游戏可以打世界冠军啊 你怕 对 都要跟自己比 你自己跟自己比 然后这个电子经济 现在都列入亚运会了 是吧 对啊 对啊 你电子经济列入亚运会了 你足够棒的话 你可以拿亚运冠军啊 那哪天电子经济 既奥运了 你还拿奥运冠军呢 是吧 所以说我是觉得取决于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你是在给自己较劲 还是说给 做给别人看 我们运动员 其实就是不断的 在突破自己的极限 今天能不能好点 明天能不能再好点 再好点 他就是不断叹叹叹 看到你最大的那个极限 所以我其实 我有一句话就是 我们自己不要给自己设限 因为你从来不知道 你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哎呦 你的生命就是这样的 你真是不给自己设限了 是吧 拿冠军又上学 又做慈善 又这个 又交出了 北京青少年冠军 有任何你不敢做的吗 看看吧 真的 我觉得这雅萍姐姐 对我是个激励 我还记得就咱们有一位 过去有个老嘉宾 咱们叫王蒙老师 我就发现他就是 经常说 你不但要敢于失败 你更要敢于胜利 对 这个话说得很好 对 我家里就敢于尝试 敢于尝试 才能敢于胜利 对 我觉得包括我自己 都面临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现在产业转型啊 很多人的工作面临着要改变 必须的 你过去的做这个的记者 你可能做不了记者 你就要做新媒体 没错 没错 一般来说全是新的 是的 所以现在真是有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咱们这个年龄的人 你不断的要更新 换代 是的 你要进入新的情况 但是呢 特别是过去 已有一些个成绩的人 已有积累的人 你尤其在涉入一个 新的领域的时候呢 你会 对 我成不成 对 或者说你有一种迷之 你不叫迷之自信 你有一种迷之自恋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原来在这个舒适区里 我是冠军的 我到你们这个新池子里 我也是冠军 好多人不敢跳进这个池子 其实还是因为 我到这儿我也得是冠军 是的 要不是我就不去了 所以这样呢 就所谓 永远留在这个舒适区 所以我觉得你的 你就不怕吗 你就不怕出丑吗 涉足一个新的领域 大名鼎鼎的这冠军 别别上学 是个灵弹 或者说 或者说干一项 任何一项 你现在新的事业 没干成 砸锅了 甚至被群潮 你脑子不想这些事吗 想是想 但是可能积极的东西 会更多一点 你要遵循这个行业 或者这个事物的发展的规律 一定要找到这个规律 这是我觉得第一点 第二点呢 一定是做你在这个里头 最擅长的部分 不要去做你不擅长的部分 哦 也不是傻冲 是吧 说的特别到位 他也是个人家 我觉得 就比如像咱这媒体人啊 就是我后来 去连续去互联合公司 人家让我干的 就是品牌传播 我说我可以搞点别的 做流量 做销售 算了 但是呢 我觉得一个新的领域呢 你不用去畏惧什么 因为任何一件事情 有些新的领域呢 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是新的 因为大家是同一个起爆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从21分改到11分 比方球是吧 对 21分改到11分 大家都说 这是针对中国的 是吧 对 当时是这么说 是吧 那么反过头来 我们在想这件事啊 就是你所有的 冰方球的改革 或者是什么 这些限制 当然它肯定是 冲着针过来 但是你到现在 看这个结果 你有用吗 你没用 为什么没用呢 是因为我们的基础 和我们的实力 摆在这 你改什么 我都很快 又能够适应它 去超越它 因为我本身水平就在这 你的规则改了 是你先打了11分了 我还打21分 还是咱俩 一下都打11分 那么如果大家都打11分 是不是又一个同一个起跑线呢 对 是这个关系吗 好 那么如果都是同一个起跑线 我原来对于这个项目的理解和感悟 我又很快会去适应在11分比赛过程当中的它的要素 它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它当然跟21分是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 它更短 它更快 搏杀的东西会更多 那么我们原来21分打的时候呢 我五个发球 现在两个发球 那我发球的过程当中 我就有战略和战术的配合了 甚至于我开头和最后我收尾 我也可以有一个战略和战术的配合 现在这些东西没有了 为什么 你不容你战略 只容许打战术 就是拿分拿分再拿分 因为你我放你俩球 0比2落后了 我再揭发球输俩0比4了 离11分很近就是7分了 你万一一过 你回不来了 我为什么讲战略 21分的时候我可以放你 甚至经常我们冰王球队 高水平的时候 对一个伸手 前10分落后的 因为没他碰到过 前10分是落后的 后10分 对 后10分我追回来 我又赢了 先研究研究 我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因为有一些新的对手 我们不了解 别人是研究我们的 那我先让你跑 跑跑跑 跑到15分 又能怎样 我一样追 因为我实力在这 不 实力在这 但是呢 11分打球的方法 就不太一样了 我不敢让你 去打吧 打到8分我再追 你这也不好弄了 这个不好弄了 所以说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看似 是针对我们来 但实质 最后拼的还是你的实力 那个胜负的偶然性 是愣是一点没增加吗 就他们期望的那种 短的偶然性增加 就是弱手 我玩命 攻你几下子 有可能赢一盘的 还是 对对对 它是博你的心 它是博你的心态 就比如说 我因为我第一局上去 啪 11分 我输掉了 我0比1落后 我第二局 啪 我用吗 我0比2落后 你知道人一旦 0比2落后 这个时候的心态 会给你带来 计算术的变化的走行 它只有是这个方面的东西 如果我们好的运动员 能够足够好的心态的时候 他最后还是我们赢 因为打到一定的程度 你不要看他领先 看他领先的以后 他不敢赢你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个自信 这真是中国 中国运动员自信的代表 从来他不敢赢你 领先不会打了 对 领先不会打了 他就是他不敢相信 我今天怎么能领先呢 这是会有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跟年轻运动员讲的时候 就是这也是一层 窗户只需要捅破的 就是如果说 你对这个一个冠军 特别高的一个冠军 你跟他一定是仰望的 那么你仰望跟他打 你得赢了 你不能夸 哇 这是我偶像 你就不打了 这不成了 你怎么把他赢了 你也要突破你自己心里 敢于胜利 对了 这就是要敢于胜利 您到了一个新的情况 就先分析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我一定能找到方法 对了 你知道我的分析方法 比这个更简单 我那时候 我就说学新东西 我那时候要学驾照了 我要考驾照 我就想 世界上 马路上开车的人这么多 对吧 不一定个个都比我聪明吗 他们能开车 我也能学会 对 然后你要学个新东西 你会想一定有人做这个事情 对吗 然后你就想 终归有人做 他就有可能 八千过海各显其能 我发现 这个 我的逻辑跟你呢 还正好不同 就是我怕竞争 但是我一样可以积极积极的生活 为什么呢 就是就等于哪种性格的人呢 都能找到自己的一种人生吧 就比如说 我怕竞争 所以我就觉得呢 所有大家伙 千军万马去做一样的事情啊 嗯 我不走那个路 嗯 对的 我要自己走一条路 那才聪明 在我这个路上 只有我一个人走 没有人跟我竞争 酷买点 像那天那个美院一个院长 他说出了跟我类似的话 跟他的这个小孩 呃 他就说 你可以不参加别人争胜的游戏 嗯哼 你发明一个你自己的游戏 对 对吧 在这条路上 只有你一个人在走 对 一样也是为世界创造 甚至还创造新的东西 是的 所以确实个人有个人的性情 不 但是我认为 如果说在竞争体育里头呢 呃 当然从艺术来讲完全赞同 嗯 但竞争体育里头呢 我们是 没这事 不不不 你发明一个项目 有了 不不不 在竞争体育里头呢 实际上我想说的呢 因为我们有统一的一个比赛规则 我们必须尊重这个规则 但是在尊重规则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 其实每一个冠军 他都有独特的打法 哦 哎 反而你还不能学别人 你学了别人就没你 你想要成为冠军 一定是你 而不是谁 就是你 你去学别人 是学不到冠军的 一定要成为你 才能真正成为冠军 或成为一个霸主 或者你开创了某一个打法 你也才能成为霸主 所以我想这是同的 没对 这个就像过去 有一个老画家 讲的这个名言 就他跟他的学生们讲 学我者生啊 哎对 伺我者死 但是呢 我你看今天这个 咱们亚平讲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游戏就是 他也是个人生的隐喻 他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什么呢 闯将 闯将对吧 突破了一层一层 对 这个也都是有科学研究的 就是 有一个是舒适区 嗯 你呢 老待在舒适区待着 嗯 你知道吗 甚至免疫能力都会下降 嗯 要突破这个舒适区 这个舒适区呢 你知道最好的舒适区叫什么呢 叫学习区 嗯 学习区再往外走一步 叫恐慌区 就比如说 你完全不会游泳 嗯 你说我突破舒适区 我砰的跳下去 那马上 你就恐慌区 如果你啊 去到了一个 比如说你不会演讲啊 你呢 先去一个小规模的 小场合的 这个呢 叫学习区 这个时候 你的各项生理指标啊 都是好的 都是高的 就是就是 肾上腺素的分泌啊 都是到达一个 比如说合理的水平 嗯 你在这儿获得学习 但是如果你一步 跨的太大了 那不就扯着了吗 对 你跨的一个 完全你说我要上 中央哪儿来 对吧 那你马上生理 各项生理指标 你就 就是人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 人要跨的太大 也 生理的表现 都数据不太好 对 所以说 就是恐慌区 你要找准自己的 那个步骤 嗯 你要呢 你老待在舒适区 不好 嗯 但是你一步跨到 恐慌区 危险 嗯 对 所以呢 你要不断地 在学习区待着 学习区就是 总比你那个舒适区啊 有点不舒适 所以他的理论就是说 实际人 不要老那么舒适 老那么舒适 你看体育就是 你得找点不舒适 找点不舒适呢 你各项生理机能 都在加强 但是他加强有个预值 你要加强在一个合理的 对 比如说他们说 你运动心跳 你多大年龄 到比方到120下 对 这就是你的学习区 嗯 你的学习区 你会不断地进步 就像您说的 不断升级 不断升级 拓展你的学习区 对 但是也留神 别一步跨到恐慌区 对 你看 他这个是个 是个科学 这些其实你看 都是我们从对体育的研究里 对 是的 得出的经验 是的 是的 今年包括像冬奥会 是吧 咱们今天冬奥会 在中国咱们特别的成功 不管是在举办 还是在我们的这个 突破了很多的这个成绩啊 真的 郭爱玲你还没聊呢 哈哈 不是 先聊完该聊的 对 然后这个 其实我也是一个 喜欢滑雪的人 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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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也太宽了 滑雪 你滑雪 我滑雪 我滑了20年雪 哎呦 对这个 我就想说呢 就是滑雪 其实大家一开始会比较恐惧的 对 因为上了山以后啊 这个 你你你会是天然的 人的自然的一个反应 保护啊 你你会对高了 高了以后了 你会是恐惧 你是事实上是 你是不敢下的 但是呢 我是一直坚持是什么呢 你只要掌握了技术了 其实啊 你什么地方都能去 所以 又回过头来 其实我们 你不要看运动员 我是觉得我们是技术控 就是先掌握技术 看门道 对了 但你会了这个技术了 你再看任何什么高度 或者什么地方 你知道你能驾驭 你学滑雪 比别人学的快 还行吧 这什么技术呢 你找着什么技术 你就觉得能很快掌握 先说最简单的 一般来讲呢 你上去滑雪呢 很多我知道咱们 很多的滑雪爱好者 他不愿意请教练 他不愿意请教练 他就上去滑了 自己就琢磨 怎么就滑下去就好 但实际上来 我觉得呢 最好请教练 像我们呢 是因为是运动员出身 我们知道教练 对我们有多重要 所以上来就请教练 上来请教练呢 教练上来就教我们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是怎么样能够刹车 这是最重要的 这太重要了 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你只要在坡上 他就往下出流 出流你不会刹车 你就害怕 就你说了恐慌 恐慌 当你要如果真的恐慌了 摔伤了 你造成心理阴影了 你再也不划了 你害怕了 我就是造成心理阴影了 那很麻烦 就不会这个刹车呀 我就划过两回 结果就是 那不行 不是说出了个什么事故 就伤人了 对 你知道吗 我就 你觉得那叫命运的 这个无法改变呢 我从上面下来 我停不住啊 对呀 停不住 远方那个人背着我 跟别人说话 对呀 我差几十米我就喊呢 我 我说他 他那个听不见 在那学场 当然了 他带着那个听不见 对 我到最后是 无可阻挡 毫无难 光下给撞出五米去 把人家给撞伤了 是的呀 我倒没受伤 所以就去 我就不去 自己把自己摔那不行吗 他不敢 他一般是自杀师 就成本 自杀师光 他最肯不敢 不符合我的理智 对 这个 刘老师是属于这个 终于找到一人 我可以停下来的 对对对 我停不下 我有一时觉得 人生在那种处境 就是你明知道这个终点 但是 风驰电车呀 哎 给撞出五米去 刹车太重要了 这是常识 撞伤的是一日本人 哎呀妈呀 所以还得是你这种 你就会看门道 你知道先得学刹车 这滑雪一般来讲 一定要上来先学刹车 先学刹车 学完刹车以后 你最起码知道 我能刹住 你的底线就有了 等于你不行停吧 你害怕 害怕你停吧 是吧 你哪怕拖了血缆 抱下去也行啊 再说是吧 所以首先呢 是安全 因为滑雪 它还是一个高危的项目 所以说 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 一定先学会刹车 然后这是第一个 必须要学的 第二个必须要学的动作 是会拐弯 又很有针对 这就是很有找教练的人吧 这没找教练 难度非常高了 先杀住吧 会拐弯 杜老师肯定没请教练 上去就上了 有一个管那个滑车的 给我说了两句 那不管用 你胆 这胆太大了 第二个呢 就是必须要学会的 就是会拐弯 为什么要会拐弯呢 也是因为在你上不同道的时候 如果是特别陡的时候 你一定靠拐弯来减速 哦 快 因为它的坡啊 到后边 像咱们说高级道啊 在国外来讲的话 分颜色 绿的 蓝的 红的 黑的 它不同的道 那你要如果上的 红道以上 或者黑道以上 那全是这个 全是这个角度 全是这个角度 你不拐弯 你告诉我 你冲 你去的是滑梯 那叫跳水 是吧 所以但是这种 倒不是不能滑 你有足够的 这个拐弯的 这个转弯的能力 你是完全可以减速下 是没有问题 当然取决 你看我们如果 你要看这个 咱们冬奥会的这些冠军们 那拐弯都不放了 就是这种 这种它都不减速 那是它的水平 它控制力太强了 对对对 但对于我们 一般人来讲的话呢 我们学好拐弯了 你就基本上呢 取决于你掌握的 技术的水平高低啊 但是基本上 你的这个 比如说初级道啊 中级道啊 然后到高级道 它就是这两个 基本动作 但是这两个动作 你必须掌握了 你呢 慢慢慢慢 你可以去到 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 甚至没有雪 雪道的地方 你都可以去滑 包括去滑野雪 包括滑这个 有包的啊 这样的地方 你都可以 但是滑包是另外一种技术啊 这不说那么复杂 就是 所以说 运动员呢 都是技术控 啊 我们知道 学技术有多么的重要 因为一旦 你掌握了技术了以后呢 那就随你去了 对 随心所欲 但是你上来 你不去学这个东西 你看你这个 创完以后 你造成阴影了 然后 你以后害怕了 对吧 你也害怕 你可能从此就不去 再不去滑雪了 就不去了 其实你就 失去了一个很大的乐趣 因为冬天滑雪真的好玩 真的好玩 这也是人生哲理啊 就是我们要突破舒适区 要迎接新挑战 但是呢 你接受任何新挑战 第一先要学会刹车 第二要会拐弯 然后你就可以海阔平衡 天高人鸟飞 是的 那种感觉 哎呀 那种感觉 在学场上 在那个特别高的山上 一览中山小 那种感觉啊 那不是任何一个东西 你那种感觉 可能登山会有这种感觉 你看我们中国的小个子 一览中山小 那你看见古埃灵 你的古埃灵有什么印象 我觉得我很欣赏 这个姑娘 她算不算是那种 就是基因非常天生 感觉就是有运动天赋 就是一般孩子比不上 她一定会是有这样的 这个非常好的天赋的一个部分 因为一旦到了这个程度的运动 她必须有很强的天赋 然后再加上她的这个 非常刻苦的这个训练的一面 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 她的这种不畏惧 因为做她这个动作 就是她现在做的这个滑雪的 这几项运动啊 其实在挑战极限的 而且是有风险很大的 就是危险性很大的 我看过一个很短的视频 就是她在做新动作的时候 摔了 完了以后 直接就是摔的 那天有点摔蒙了 让我们来讲有点摔蒙了 然后问她妈妈 现在我在哪 她都不知道她在哪 就摔到这个程度了 当然这个后来 又是缓了一缓以后 又接着来做这个事 就是我觉得 凡是一个人 如果有这种精神 我觉得她做什么事都能成 就是不要怕 而且我也看过她 在这个做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她是喜欢这种挑战 刺激 她去拥抱这样的一个 刺激和挑战 她喜欢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她不怕 她不怕 就是怕 所以我是 其实我特别希望 让我们很多的孩子 就是敢和不敢的问题 就是你要有勇敢的心 这个勇敢有时候挺难的 尤其到了 可能你走出了你的安全的 那个范围了 你比如说你去登山 你去滑雪 你都已经感觉你不安全 因为你没有这个技术 没有这个能力 你感觉不安全 不安全人就会收 这是自然的反应 对啊 是吧 对啊 我就是缺乏安全感 所以老说着 然后呢 但是也不能就像你上来 就是不学东西 框上上去 这个 直接撞人 这个我不赞同 这个我不赞同 但是你完全可以通过你的技术 去掌握 它的这种方法以后 你就可以驾驭了 对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呢 就是但是首先 你敢不敢 这是很重要 就是勇气 人的勇气 但是啥勇也不成 啥勇也不成 还是要有一定的智慧 智勇双全 对啊 所以为什么我老爱 跟这个邓小平 这样的人在一起 我觉得从他身上借这个气 弥补我的这个懦弱 真的 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现在人生 就是面对变化着的世界啊 真的是面对很多新的挑战 我觉得我就是要修一门功课 就是不畏惧 当然今天他讲的 我懂了 要不畏惧 先要会刹车 再要会拐弯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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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